好消息,胡人队终于要活过来了 而詹姆斯也即将迎来又一个强员 根据ESPN报道 公牛球员扎克拉文正在考虑通过先前后换的方式加盟胡人 本赛季拉文长军可以攻陷24分五蓝板五助攻 命中率高达48% 同时还有着40%的三分命中率 今天夏天他将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目前胡人的薪资空间为-4823万 这个夏天随着霍华德等人的老将合同的到期 胡人的薪资空间会被释放到-3084万 而微少夏赛季的薪资为4700万 本赛季公牛首轮出局 很有可能围绕德罗赛进行重组 如果操作得当 胡人完全有机会通过先前后换的方式 让拉文和詹姆斯联手 值得一提的是 拉文和詹姆斯都同属于一家经纪公司 早在两年前 拉文就公开表示过 他愿意加盟胡人和詹姆斯一起打球 如果最终胡人真的欠下拉文 那总冠军暂且不说 这季后赛 胡人应该是有七成把握了 你觉得拉文最后能来胡人吗 对于胡人的重建之路 你有其他的建议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和我们互动留言